大家好 歡迎來到世界能見度 傳播真相 為正義發聲 我是美玲 2023年1月 台灣警察突然接拿了前立委羅志明和海軍的退役少將夏富翔 在家庭審的現場 羅志明心情非常緊張 夏富翔更是崩潰大哭 這一官一將 為何會被逮捕?他們之前又有什麼夠連? 知其此事的民眾一度非常疑惑 不過當檢察官拿出起訴書 盜出這層層的因果之後 這宗文官武將的合謀案 才漸漸浮出水面 案情也逐漸清晰了起來 下面就讓我們先從台灣官場的這名文官講述 羅志明的圍觀之路可以說是非常不順利 早年他曾因爭取黨內第五屆立委提名為國 又改頭府成立之親民黨 但是也沒有取得提名 隨後他轉為支持李登輝後 遭國民黨開出黨籍 2012年曾任前台立委的羅志明 雖然艱辛地恢復了中國國民黨的黨籍 不過 在屏東縣立委的選舉當中 他再次敗給了民進黨立委蘇振興 不知道是不是接連的打擊 讓羅志明深感受挫 隨後 他便淡出了政壇 轉而向中國奔走 他曾去台延廈廈門子公司 擔任了一段時間的董事長 後來 他又當上了原副土地開發公司的負責人 前方調查出 羅志明在中國經商的這段期間 先是結識了廣東太普樂生記公司 朱海芬公司的董事長 其父是中共的空軍退役人員李英 隨後 又因為打高爾夫球 認識了台灣官拜海軍司令部政戰的副主任夏富翔 夏富翔一直有打高爾夫球的愛好 他退役後 之所以經常到大陸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2012年左右退伍後 夏富翔擔任了海軍官校校友會長 並且經常組織高爾夫球隊打球 足跡遍際東南亞 廈門 福州 甚至國外 可以說 夏富翔之所以涉路 也是從打高爾夫球開始的 在知道了羅志明 夏富翔的背景之後 李英便計畫 利用他們來幫助中共在台灣尋覓並接觸三軍的特異將領 有點意外的是 羅志明知道了自己的想法後 便很爽快地映下了此事 這下可真是得來全部費工夫 沒過多久 羅志明便利用李英來台打高爾夫球的契機 眼界夏富翔與他認識 從此以後 羅夏兩人便各自發揮優勢 開啟了在台發展的共諜組織 夏富翔利用軍中人脈招攬台灣退役三軍高階軍官前往中國 然後在羅志明牽線與中共的人相識 根據調查 僅在2013年到2018年間 夏富翔並刻意招攬了48名軍官 參加孫中山誕辰紀念活動 即澳門觀光 三二九黃花崗七二電視紀念活動 珠海航空即空軍814檢橋空站勝利活動 以及高爾夫球邀請賽等活動 據統計 前前後後夏富翔總共出團達13次 每人參與1到10次不等 合計多達194人次 其中 前遼陽軍艦艦長 國家安全會議第一組組長 官本坤少將 附中接受招待達到10次 有歷任國防部橫山指揮所主任 空軍東指揮中將指揮官 空軍總司令部中將參謀長等人 隨團附中9次 並且 海軍包括前副總司令 前作戰署長 前校準部中將司令 前海軍司令部中將副司令等人 都曾受邀落地招待 前陸軍退休將領桃園市議員與北辰自爆 他自己也曾被多次找去 不過都被一一拒絕 他透露說 中方吸收的情報不只是是否洩漏飛彈 陸軍 空軍 海軍 建軍方向 防衛作戰技術等 光是問出國防官員 將領人格特質就夠了 例如 如果掌握第一線國防部指揮官的性格 是陰柔 或者是鋼腔的話 那麼 中共就會擬定不同的作戰計畫和決策 除了臺灣知名的少將之外 媒體也是中共的吸收對象 檢調指出 金門日報社長 中城報社長 國防部青年日報少將社長等 都曾受邀落地招待 情職人員甚至曾企圖引致前民主進部黨籍副總統呂秀蓮附中 不過 最終未能成功 那麼 問題就來了 中共大費周章地吸引一波又一波的人來到大陸 到底是想幹什麼呢? 起訴書中指出 檢方查出羅夏兩人曾陸續接受 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綜合調研處處長 中國黃埔軍校同學會副秘書長郝一峰 以及曾任黃埔軍校同學會 港澳臺聯絡部副部長方新生等人的指示 他們曾給夏富翔提出要求 每次在出團之前 所帶將領必須先提供軍種 階級等背景資料 情報人員還曾指示夏富翔 儘量招攬將軍 中將等新面孔 如果他們願意帶配偶 親友同行的話更沒理想 在座談參訓時 中共的一些人會有意無意地宣傳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武統臺灣等統戰思想 他們還會詢問這些退降的軍人 是否有意到中國大陸居住等等 不僅如此 一些情報官員還藉此機會 試圖對退降進行思想引導 拉攏 甚至吸收為中共機構發展組織旗下 除此之外 藉酒後飯間 中共還會使用交互兵推的方式掏取情報 例如對方會說 臺灣這麼強硬 我們搗蛋打去守得住嗎 我們有天宮等等 中遠程防空導彈系統 你們有什麼 有些將領以為在捍衛國軍 捍衛中華民國 其實在不經意間 已經被中共套出了一些絕對機密的軍事資料 至於每次的消費數額 正完全不在羅志明 夏富翔的考慮之內 起訴書中說 羅夏尋覓其他退役將領 然後設宴 送禮 再邀請赴大陸旅遊 接受對岸的落地招待 時速等相關的安排 均由中共統戰等部門買單 甚至他們一行人回台以後的系列活動的費用 也都是由中共來出錢 不過 狡猾的中共也不會白花錢 如果他們發現 羅志明找的人中附中三四次以後 仍然沒有可用的情資的話 就會要求他找新面孔 中方被找去九次 十次的人 就是中方認為還有資料可挖 一般來說 中共的慣用手法是 吸收很多人來拼湊出完整的情報 要知道 台灣一直生活在海峽對岸 共產黨入侵的威脅之下 中共認為 該島是其領土的一部分 並誓言有朝一日將其奪回 如果有必要的話 不放棄使用武力 所以 這次中共的滲透 對台灣來講是一件大案 不過 在今年的1月到案後 羅志明 夏富翔 只是承認有帥退將 赴大陸旅遊 但並沒有替中國大陸發展間諜組織 據內部人員透露 羅志明的妻子辦理交保時 對法院的羈押一度不滿 他妻子稱嚷道 他做那麼多善事 怎麼會是共諜 夏富翔這邊也沒淡定到哪去 據說在獲之交保後 夏富翔一度大哭 但媒體在法院並未見到他的家人 而是由律師貸現金 讓他自行辦理交保手續 不過 由於事案情結重大 2023年1月19日 高雄的地方法院裁定 作為間諜調查的一部分 台灣海軍政戰部前副部長夏富翔和前立委羅志明有逃跑的可能 同時 法院推翻了允許他們保釋的決定 理由是羅志明、夏富翔有與證人勾結的風險 兩人目前已被拘留在台灣的南部 高雄地監署表示 為維護國家安全捍衛完整的主權 檢方將針對本案組成辦案專組 建立專業國安團隊合作辦案模式 長期不限 缺密搜證 並通過嚴查重成 妥善運用強制處分權 強力嚇阻境外敵對勢力的猖獗 此外 高雄地監署還呼籲退役軍官 參加俘虜活動時 應該小心謹慎 對於不合廠裡的落地款貸等利益 更要審慎評估 以免落入中共勢力的統戰圈套 此案被媒體曝出以後 全台灣的人都感到很不解 其中 他們感到最可惜的就是夏富翔 要知道 海軍退役少將夏富翔是前海軍陸戰隊司令 警政署長羅章的女婿 加油美眷在華航工作 夏富翔過去曾任151艦隊長 最高力煉製海軍司令部政戰部副主任 他的主要職責是戰術監察官 也就是在有非安與航安事件時 一般政戰幹部沒有相關督察專業 這時候必須仰賴海軍兵科將領領導調查 雖然在軍中人面非常廣 但卻十分簡約 少與人請客籌坐 在任職司令部時 他的晚餐通常就是一碗湯麵 一盤鯊魚皮也就打發了 因此 駕駛兵們經常私下裡叫他鯊魚皮 有知情人士認為 若說單純接受陸方落地招待這件事 恐怕大多數海軍高級將領都跑不掉 因為就算過去曾主管高階勤搜勤演者 退伍後一樣勤語跑大陸交朋友 接受落地招待是一回事 事後要不要為彼岸所用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 令人非常不解的是 夏富翔住在高雄左營 妻子在華航工作 子女接以嫁去 家中生活寬裕 理應沒有錢財上的需求 然而 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還能牽扯到中共 並且誤導法網 這不能不太令人感到意外了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分析報導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